彭玉霞 64岁 低保 离异 住房面积40平 阿姨 你这裙子啊 裙子 我家里我总是穿这事儿 我上哪儿配 我打外面套上一身怎么 你这裙子跟正常的 它还不咋一样啊 里边是纱是自己配的吗 不是 这就是围巾 围巾 围巾 我总是这种衣服 总是这种风格呗 这也是自己配的吗 对 这都行的 这一看 这厚阿姨和咱姜叔一样 也是个非常爱打扮的人啊 姐那以后也没什么背景 给人做饭就一靠画 画为啥 一靠画为啥 就前上挂的画 都我们画的 这哪儿挂的 那画都我们画的 那画 我家还有 这是你自己画的啊 姐 对啊 这种大画啊 那都表了 你家那画呢 那画在这边画 还有吗 还有 有没 挂我家这画还有 我家那个老头啊 他是专业 他专业 我不专业 专业 他这画得这么好还不专业 不专业 这个图是 这图画的是 这些都是红楼吗 似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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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那也是跟我 似女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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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谁呀 这个我 反正是起啥面就试啥面 我也记不住 这个字都是我家那个仙人写的 哦 这个字也是好啊 我倒是 我原理字不行 我家那个仙人 他就是 因为他学的就是这个科目 这哪部分是你完成的 爷 这我们俩也没有说 哪部分是谁完成的 反正头的部分 基本都是我家仙人画 底半部都是我画 原来阿姨喜欢画画是因为之前的老伴 他们之间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那你现在还画吗 现在不画了 老头让她姑娘抢走了 被姑娘抢走了 侯阿姨的这一句话是彻底把红娘整蒙了 就是后来这个老头 她就家姑娘儿都不同意 父亲 姑娘 孙儿都来住 前半会对付过这二十年 原来啊 咱这侯阿姨在这之前经历过一段长达二十年 不被子女祝福的二婚经历 这不同意 后来她就说同不同意 我得有个家 然后跟孩子待不了 这么过完姑娘儿都走来坐来 侯阿姨说呀 虽说这日子难过一点 但因为两个人兴趣相投 所以啊 现在记在心里更多的是曾经的美好 这是我们在浙江义务西湖公园吗 这个也是 那时候也没有影集啥的 县级 县级 我们就找别人 说可以在这儿 我们很少走上旅游景点不去 就是个大街上 我整个车子摆着像 然后就坐那里画 有优人就画 画完了要是没人画了 我俩落着车就接着再走 我也不坐车 有些熟一熟的那里地方呢 我们就从哈尔滨那时候开始走 一直往南走 就坐车去下车 下车到那块 像哪个城市里下来就坐那里 坐上画了 完之后没有人画我俩 接着坐车再走 一路就往南走 边走边画 去年我俩的约会 我说来年呢 哪块都不像咱们俩待了 咱俩就不画了 不画咱俩背子画颜 咱俩上云的上大理 咱俩连旅游到那里溜着玩 要一天两个人活吧 挺浪漫的 完之后你在外边画 这个钱也够吃够住 完之后挺有意思 因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侯阿姨和前老伴 最终分开了 几年几乎就 就一八年到这一九年 就这一年做的恋 三点五头又了 三点两头就来到 狼虎也好做 所以啊 现在的侯阿姨在找老伴 有一个必须要讲的条件 那就是对方的儿女 必须支持 在此之上 我们再看其他的方面 阿姨在找的 两个人在一起 对对方还是有啥要求 对对方干净力量就行的 也没有太多的要求 他有啥家旦我也不要 就是说这个人吧 不能超过七十五岁 因为年岁太大了 咱们说经文不起 再有病三 真的路上越来越近了 越来越近了 咱们就是经文不了 然后再好好地过他几年 是不是 写手再过了几年 这都老了 感情到另一个世界 经过这一天的了解呀 侯阿姨需要一位 能够给他带来安全感 没有负担的好男人